在日常手机维修中 经常遇到手机主板上 没有原件标注的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 很多小伙伴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区分电池的正负极了 今天教大家一个在维修中 区分主板电池座子正负极的方法 那么首先 我们可以通过 看电池排线上的标注 排线上有很多社会标注正负极的 那么正对着正极和负极 对应主板上的正负极 就可以看出来了 另外 我们可以通过外用表 测试主板电池座子对地值 那么在测试对地值的时候 我们红笔接地 可以笔去测量电池座子和电池接触的角位 那么如果有对地值的 那么这个角就是正极 如果没有对地值的 对地值为0的 那么这个角就是直接接地的 也就是电池的负极 在维修过程中 一定不要将电池的正负极接错 接错非常容易导致电池报废的情况 更多手机维修支持 请看我主页 请看我主页